而颱風一度原地打轉 原本預警性封路的蘇花公路 中午前限時通行 公路局分別 在上午八點 十點以及十二點 這三個時段開放了車輛 通行二十分鐘 就在下午一點鐘 又再度的預警性封閉 不讓有民眾提早來排隊 能到管制站開放時 愛車竟然鬧脾氣 在路上拋錨了 拉開閘門 車輛通過蘇花公路 重得管制站上午分三個時段 限時放行 管制站前一大早就出現 長長的排隊車潮 我要坐飛機 坐禮拜六的早上去馬來西亞 我車票南回也有買 北回也有買 就是怕沒通 我今天如果不走 到時候怎樣我都不知道 想要回北部幾天 後來呢 就是看情況 我們昨天也不敢回去 因為天氣不好 我看今天就是沒有風沒有雨 我就趕快出發 好不容易等到放行不料有民眾愛車鬧脾氣 故障拋錨停在路邊 遠景趕緊幫忙找人來救車 山陀的颱風慢吞吞 原本蘇花公路已經預警性封閉 顧及民眾通行需求 公路局一早巡查 並完成路面清理作業 隨時於上午八點十點 以及中午十二點三個時段 開放通行二十分鐘 排隊等候通行用路人感嘆 花蓮人只期盼一條路 開放通行車輛依序進入蘇花公路局網站公告 下午三點以後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會出現七級風暴風半徑 以及較大風雨 考量河仁道重得斷 邊波不穩 下午一點以後 預警性封閉 將是風雨再決定恢復通行時間 記者徐曆琴 幻點報導